从昨天起气温开始回升 加上受到微弱的华南水汽影响 和欢山在今天清晨意外的降雪了 看到突然飘来的雪花 不少上山游玩的游客都是又惊又喜 非常的开心 根据和欢山游客服务中心表示 和欢山大约从清晨5点40分的时候开始下雪 雪大约下了一个小时停止 积雪大约超过两公分 让原本上山赏景的游客 看到突如其来的雪花后都惊呼连连